不少苗栗县民投考公职考试 应考的时候都必须要远赴其他县市 而经过了苗栗县长中东景 县府人士处考选部共同努力 今年首度在苗栗设公务人员高普考国家考场 让县民能够就近的安心应考 考选部主秘董红宗 拜会苗栗县长中东景中央县府合作 为苗栗县有志成为公职人员的考生摩福利 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大礼物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人事处张处长 一起大家的努力 结果现在有了出步的成绩 那站在苗栗县长立场 当然我是希望说苗栗一定要有考场 这样大家才公平 第一个不用坐车去别地方 甚至高明处长讲了 以前考试要提早一天到外地去住 我想这样非常不公平 我们在苗栗县内有考场 第一个除了我相信会有更多苗栗的人想要来考看看 不用再搭车 甚至于前一天晚上到那个地方去住宿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会让我们有更公平的一个考试的环境 甚至于我们的孩子 在这里就在自己的家乡考试 就在自己的家乡考上 苗栗过去没有公务人员的高不考考场 考生需要前往其他县市硬考 周车劳顿还得花费时速 经过县府努力 县内有考场 考生就近硬考 以最佳的状况发挥实力 考选部也前来办理相关的事务讲席 苗栗县长中东景特别提及 期待就近考试 在地就职留住人才 提高行政效能还有品质 既然有这个资格 就来帮帮苗栗县政府 不然我们县府在工程 在很多方面的人手 每次都是这个 没有人数不够的 都是用直带 因为用直带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会有跑的心理 因为他知道他做不久 几个月 所以他一定没有办法去把一个案子 做得很彻底的完成 那如果是正式的公务人员 他做起事情来 那个心态会不一样 因为那就是他的成绩 然后他的考基 我们希望多鼓励我们的年轻的学子 能够来参加国考 进入公职的部门 那我们其实今年的考试 我们考选部一直在 我们这个名称叫做 硬考的条件的友善化 我们把类科也减了很多的科目 求财迫切 中央地方鼓励报考 而今年高普考 预计7月5号到7月9号举行 苗栗考区的市场 设立于国立苗栗高中 县内考生得留意掌握